南自警分局日前在巡邏时发现一家选物贩卖机店内的机台装设了摇骰子的组具 提供不特定的民众来消费换取物品 同时也发现了这机台上未标示保证取物以及保证取物的金额标语 恐怕已涉嫌违法 选物贩卖机的处所 那路内执行检视一组机台 它里面装设有骰子 利用骰子来提供消费者做把玩 那进一步做查查的时候 发现该机台也没有标示保证取物及保证取物金额 在没有保证取物的情况之下 这个显然可能有涉及违反刑法赌博罪 而南自分局南自所所长张震宇也进一步提到 摆设选物贩卖机皆需符合经济部的规定 不得擅自变更 而机台上也需要明显张贴相关的告示 更不能以纸骰子的方式来进行换取商品 要请业主与民众都要特别注意 该处所并非电子游戏场业 具有赌博机具性质的机台 全案依违反电子游戏场业管理条例 将场主含送法办 那机台台主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讯后依违反刑法赌博罪 来移送桥头递检 夹娃娃机台近几年窜红 吸引不少民众跃跃欲试 南自警分局也进一步呼吁 针对赌博等不法行为 以及不肖的选物贩卖机业者 警方将持续追查 以杜绝赌博歪风 请业者切勿以绳释法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报道